驻纽约办事处与纽约大学洋美法研究所 日前合办台湾民主超越转型座谈会 邀请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 及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叶俊荣对话 探讨台湾民主宪政发展对台美关系 及对香港 中国与其他区域的重要性 孔杰荣特别赞扬台湾的民主制度 第二个人的思想 台湾是第一个人的政治国家 而美国在美国会继续进行 台湾不是要求美国在美国在美国 需要去取代人的政治性 曾任内政部长与教育部长的 台大教授叶俊荣在座谈会上提到 有人说台湾太自由 没效率 但民主不必然代表效率低 他以近期武汉肺炎防疫为例 指出台湾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 就严正以待 有效压低确诊案例数字 谈到两岸关系 台湾近来受到北京打压 无法参与以国家为加入前提的国际组织 被排除在外 孔杰荣认为 大家都清楚台湾实际上就是国家 实务上也透过美国在台协会等机构 与无邦交国家往来 他也期盼台湾能创造新形态外交关系 持续拓展与各国的交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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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